Hanning 好啦現在聽一個這樣精.. 還有很好聽或感受的音樂後 就開始了今天 Being One電話 我是你的節目幫助人很璞兜 今天又是薪水瓶測的時間 很明顯拍著這個 其實這個欠了大家很久的 當然期待就期待,不期待也沒有所謂 剛剛那首背景一幕 第一次有朋友讚賞 這個歌很棒 我一向的歌曲都很用心去選擇 不過當然這個是個人口味 所以喜歡不喜歡真的很好看個人意見 所以有時候 內容你覺得不太 非常精彩 但有時候開著聽歌也挺有趣的 好,今天介紹 不單是介紹這架Coby的 M1A2阿巴拉罕 其實是介紹這架的 為什麼呢? 因為等了很久 其實Speed Build的影片 即是即時出的影片 即是很快動作的影片 就出了 但是始終要介紹一下產品 因為其實在香港來說 Coby一來不是很多朋友知道 另外就是 就算是Coby系列裡面 其實現代的軍事產品 其實都是少了朋友注意的 但我覺得他們都出得很不錯 其實我們今次一次過跟大家介紹兩架 因為為什麼呢? 蝙蝠所限就無謂 拖那麼長 快點正的介紹就行了 好,所以第一架 是這架 編號 Coby M1A2阿巴拉罕 它的編號是2608 這一架其實就很抱歉 好像曾經斷過的事 但是 不知道會不會遲些有翻 但好像又有翻 另外呢 第二架呢 就是編號 2498 2498 這架呢 瑞典的坦克車 通常呢 現代用的 通常呢 砌模型的現代軍事友都會認識這架 因為這架是全世界最貴輸的坦克來的 為什麼呢? 看樣子沒有砲塔的 我想 全世界來說 都不可以哪幾架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 一百年以來 年世一百年以來 我想這架都是比較少有的一個型號 所以呢 值得砌和大家介紹的 好了 這個是 2498 那兩架呢 這架是600件 這架呢 765件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架是有比例的 1比35 但這架呢 沒有比例的 這架是瑞典的坦克 就是這架 瑞典的坦克 那這架呢 那名字呢 就難讀一點的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Streifgen 或者叫Streifgen 那這架呢 那這架呢 已經見過了 但這架是第一次 我自己見過了 OK 那另外呢 就是實物的M1A2 美國的主戰坦克 光啊 不是很好啊 這個 OK了 這個光好 M1A2 那 順便介紹一下 這架 都是Coby出的 一個微型Micro Micro坦克 其實這架都是M1A2 來的 等下會再形形 好 那直接去產品了 不講歷史了 回到產品了 看來今天呢 都用超級極速 正價的方式 和大家介紹了 先講一下M1A2 先 就是有 700多塊的 曾經斷貨的 不知道這架呢 在Coby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比例呢 是最接近無形的 就是一個正常比例 所以它也是有寫比例的 說明書是這樣的 這個系列 有點不同的 這個連我本人都不太清楚 雖然也叫做 Small Army 但是呢 又好像有點像 World of Tanks 那個Lisen Game 那個系列 那裡面的 說明書 就不特別去揭了 都是那些東西 沒看過的朋友 其實看之前 你也可以的 其實呢 就很精密的 很準成的 這些說明書是 暫時一次都沒見過錯的 那 配件方面呢 一次都沒試過 小件的 那當然多一定有少少的 那些我都覺得它是刻意地多的 就不是意外地多的 通常有些細小粒的 那些呢 夾夾啊 很細粒的那些 那些件多了 很容易爛的部件 好 那 剛剛已經拍過了 就不特地去拍了 那這個呢 760多塊 其實是有排氣的 其實它用了很多比較細的部件 去處理這個塔 所以你會見到 這個型塔 來說呢 都是相對呢 是 可能是 帥仔一點的 或者是更切實物 那 所有 那些無形有的東西呢 其實都不是有了 是打油的部份的 那 譬如那些裝備啦 就是車頂炮塔上面的一些 軍營的裝備啦 基本裝備啦 背囊啦 油桶啊 沙包啊 那些都會有的 那 應該炮塔會轉啊 炮管會上升啊 啊 接著呢 另外的 機艙的車身呢 那些蓋子可以打開呢 那些全部都有的 那這一個呢 就要講講了 機裝改的這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我想有印象應該還沒介紹過 因為這個是很先進的方式 就是不同 一般我們見到的 車的那些呢 就是後面這個呢 這樣開的 這些就是最正常的方式 我轉給它 是 這些是最正常的方式 就是 開箱啦 那 但是這個呢 就很現代化的 好似啦 不知是油壓式還是怎樣 這樣沉降下去 好正的 那 我就不是現代軍事的奧者 所以我不太清楚 阿伯拉罕裏面的 這個蓋子是怎樣開的 對 其實在京丹甲裏面 類似有出現過的 即是不是這種傳統蓋 但是呢 為什麼這樣做 我想就是跟實物的情況 好了 採用了很多多邊形的 跟實物的坦克車也是一樣的 也有到像裝甲 因為 實物那邊都是像積木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那個 接近的感覺 是非常之好的 不會覺得有好些變形 或者叫做 變形 或者叫做 搞笑版本 好了 炮塔 動得之餘呢 其他不太特別說了 當然不少得 炮塔上面有幾支機關槍 我們用MG 或者叫炮 微型炮 好 另外 看看整個車身 這個位置是比較鬆 就是比較 不會住 這裏 看看大家怎麼介意 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不是用來轉 好了 你看到那些 軍團的揮號會有 這裏呢 其實 輪圈的數量 我二個多都是沒有錯的 就是跟足的 至於你說 那些裝甲 其實這一架呢 是比較容易一些 那些積木的 是容易脫出來的 但是現在我弄下來都沒有 你看到這條片 裡面 看看會不會弄掉了 那我暫時都 我砌的時候 是 小小技巧 就是砌職務的技巧 不是很高深的 就是 怎樣令那些件 去壓得實一點 還有呢 實得來又沒有按歪的 那些型 譬如你看到呢 這些呢 這些是比較難砌一些的 你看到那條隙子 小小的隙子 那這些要用 就是你有時吃不到力 很難按的 就是這裡按又怕不夠力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我建議如果想砌得漂亮仔 其實每一件件組裝 組裝一陣 都是要硬實一點 其實砌Lego的朋友 或者砌職務朋友都知道的 那總之 靚東西就不會有問題的 硬實一點就會靚一點 準一點 緊一點 不靚的那些 就會硬也都不中 或者是脫出來 那這個牌子一定不是的 好 車臂吧 順便畫的關子 這條片出門的時候 可能剛剛正式 就是香港 香港玩具展的時間 這個是一個業內展覽來的 而這個業內展覽 今年 其實不是今年的了 Tofi都會再次來參展 當然了 香港有代理公司了 那你會發覺 這條片又來呢 其實香港的展覽 是一些 比較國際規模大一些的 那你看到我正在找到 找到一個按鈕 找到了 那所以呢 很多東南亞區 甚至歐洲 遠至美國的 供應商 或者廠商 都會來做一個參展 因為 不是給香港的朋友 而且 也不是給 end user 不是給客戶 主要是給業內的朋友 所以他都會來 那整間呢 就很精密的 給你很適合的 所有應該移動的 職目的動態 都有了 我自己非常滿意的 但是沒得買呢 大家留意 可以把Kobe官方 和Kobe官方 香港的代理 可能會有資料 好了 那再拍照 底部 整架 穩陣的 整架 那其實 形態來講 我真的最寫實的了 這麼多的台下之中 同意先比那些 是有過之而無不求的 但是暫時呢 其實不是出了這架的 遲些跟大家會介紹 除了這一間會介紹的 Swedish 103的Strike Fagon之外 我還會介紹 德國的Neoport 1 都是有的 有出了 但是還沒砌 砌就同意介紹 其實不止的 還有很多美軍的裝甲車 之前介紹過美軍的裝甲運兵車 即是四個輪的 我們叫吉寶車 好 是有一個兵的 沒錯 是只有一個兵而已 只有一個美軍而已 好了 看畫面算了 好 先放回機倉裡面 第二款 很明顯 盒子裡沒有寫比例 所以你看到這一隻 如果按比例 是不太對的 有點頓頓的 這架就有三人仔 既然是這樣 我就先說人仔 除了有一個 現代的 就叫它Swedish Army 或者Swedish Tank Crew 之外呢 這個小油 背後是有印東西的 好小油 但是搞笑 引了一個坦克車 這個系列 我覺得跟之前 我介紹的另一款 產品 是有點相似的 就是泰家運 它那些 不是當時的二戰德軍 這個也是 雖然有一個軍人的物體 但是呢 它有兩個 現代人的物體 還有兩個女生 軍人我已經說了 沒什麼特別 但是比較一下 這邊很多 不同波子 男生和女生身材是不同的 男生就不說了 說回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很特別 所有積目 其實大部分的 髮型 就是頭髮 它們都是用ABS的 而這兩款 是用PVC的 那怎樣做PVC呢 玩積目的朋友 不知道熟不熟 但玩毛型的做生產 也知道 這些 我們一般人叫軟膠 但是軟膠也很腫 這個應該是PVC 就是軟得來 穩定性比較高 還有呢 它們的硬度 是可以有 不同的硬度 可以有很多分別的 不是一種硬度 而已 我用了兩種這些頭髮 沒有什麼廠商 是用這些方法的 我老實在所知 香港的公司 都是用這些PVC 那什麼好處呢 當然有好處 如果沒有好處 就沒人試 我相信這個趨勢會越來越多 好 以女生來說 我覺得挺漂亮 港人仔 後面有個塔車標示 什麼原因呢 我就沒有早心夠了 但是其實呢 介紹一下 其實好笑的 很有趣的 就是 其實同款Coby 有款Word of Tanks 就是沒有 有拉筋的 但是香港賣不到 那一架 整整有一隊樂隊 在這裡 那一隊樂隊 好像有些 據文說 有些知名度的 歐洲樂隊 好像歐洲是否歐洲 我不要說了 樂隊的成員都在這裡 其實那隊小弟都想買來玩一下 除了有一架很漂亮的 應該是一架巨型的 坦克 我暫時 一時間升不起那個型號 應該是遊戲中的一些型號 一來是小優 二來是正常白 正常的普通產品 它們還沒有 而且它有樂隊的成員 在裡面 如果計算是很過人的 又不是特別貴了 價錢來講 除非平均 就是差不多 那個坦克 希望稍後可以找一架回來和大家評測一下 說回這一架瑞典 會玩模型 知玩現代軍事 也不需要多介紹 說回產品 比例 我沒有什麼意見 當然你說我讚 你相對阿伯拉罕 當然是這架 按照比例 做到我們部分軍事為要求 但是這一架 不知道是車型問題 還是什麼原因 它 它呢 就是有一點點 肥了 如果兩個擺起來 你會發現 這架是很貴薯的 而且車身很低 但是它做到一件事 就是 是跟現實一樣的 就是這個 這個 輪子是可以這樣的 不是我進去的 它是真的可以動的 近一點給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看到嗎 車頭向上 車頭向下 跟現實這架車 是一樣有這個功能的 前面這個 好像翻端的東西 都是在這裡 用來剷開 應該都是 這架炮 我沒有記錯 現實的炮 這個炮管可以向上調一下 但這一架 它就加了鎖 現實也有鎖 但是 就算拿走鎖 這個炮管也應該用不到 因為它在這裡 沒有做過活動的關節 在這裡 或者叫做articulation 所以這架炮 是不可以向上的 但顏色 我覺得很接近真的 車型是不錯的 好像是 叫做 肥了 吃肥了 這樣 車上 有機關炮 有些很細微的 部分 這兩個小弟 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活動 機艙車蓋 可以打開 這個可以打開 這個可以打開 看到嗎 這個可以打開 但是它是用傳統的蓋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這些 坦克車的蓋 其實是共通建 在其他款式的坦克車裡面 可能都會看到 今天不好意思 椅子 選錯椅子 今天都在拍攝 好 另外再看看這架車 上下 可以 這個挺好的 很硬正的 不會掉的 因為我只知道結構是怎樣 就不容易讓你弄掉 總之很硬正 給小朋友推去玩 都沒問題 那 這條理打是正的 聲音就坦 車聲 很順 不會掉鍊 因為這個鍊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跟 King Tiger 和Tiger 共用這個 打開車鏈 好了 顏色方面正 形態方面 小小 夠餅 就是肥腫了 但是你作為一個職務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其實它的意見 都是有點 斷了 就跟這架 身邊這架 巴拉罕 就真的 沒有得比較 因為這個是 它有比例的 就是它想做一個 象徵度高的版本 而這個呢 就刺走它的意見 系列的版本 是有些地方的 就看你自己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 趣味去砌 去完成 去開心一日 或者開心幾個小時去砌 去玩一下 其實都是不錯 因為始終是一個 其他品牌 沒有出 甚至作為Kobe 來說也是一個新的系列 我覺得這個很棒 接下來看到它有很多現代 看看接下來 事實上我已經有 很多款 六七八款回來 我會穿著排隊 來跟大家介紹 當然如果大家喜歡 想介紹這些多些 不妨在這裏留言 說兩句 讓我知道 我盡快做了一些 你們想看的 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 都是 麻煩你支持一下 即是怎樣呢 Like 了我們的Page Subscribe 了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 Facebook 而言 Toys TV 之外 我自己的Briano 都有個Facebook的Fan Page 不要嫌你一個票少 真的很重要 因為 剛剛才是三千大關 還有很多票數要追 德哥和 Walker 好 多謝大家 今集 希望快靚正 說了兩款坦克 是現代的Kobe 作品 一款是比例式的 這款是正常Kobe的 形態 或者積木形態 是少少地方的 但其實兩款組裝起來都很開心 我自己都很喜歡 即是機動性 活動性 像真度 比例 積木的質量 鬆緊度 配置 設計 說明書 我大膽說 全部都是一級的水準 多謝各位收看 玩具堂的深水明則 今天就到這裡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